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温哥华驰名雪山郎中Vincent 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首先呢 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Cypress终于开山了 然后这边写的是 它会在12月7号星期四 早上10点半到下午4点的时候 它是它只开了一个Bunny Hill 它只开了一个Easy Rider 然后呢这是周四 周五的话呢 会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4点 还不错 大家就是都去兔子波打滚吧 如果郎中那天没事的话 应该也会去山上溜一圈 毕竟开山了 开山总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 好的那下一个呢 就是昨天郎中不是去拍了个房子吗 然后大家肯定好奇 就是这个大风天大雨天 然后框线也不好 到底这房子能拍成什么样呢 那今天郎中就和大家看一下 这个昨天拍的房子 今天反图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是 房子的正面的侧面 然后这房子的正面 房子的正面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是还是有些下雨的 痕迹的 包括地都是湿的 但是呢天呢 我们已经都换成蓝天了 没有白云 但是这个是蓝天 然后这是它前面的一个小院子 后院的草坪 它的草坪其实是比较秃的 但是呢我们也就是都把它给填平了 然后都变成绿地 加上蓝天 这是后院 这个是它的客厅 它的客厅还可以 这个火呢 当然是也是后期加上去的了 然后地板呢 有些轻轻的划痕 我们也都给它划下去了 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买干净 像这种房子呢 它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呢 我们尽量采用这种大角度的拍摄 这样的话会显得房子面积比较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这种 就是比较方方正正的地方 可以给它来个直视直视的拍一张啊 正式拍 然后会显得房子比较方正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看这样的房子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厨房 它的这个厨房呢 是个电造炉 然后呃 其实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面积还是蛮大的 然后它包括这个灶台也都很大 然后这边也是水池洗碗机 微波炉冰箱一应俱全 这个是它的一个小饭厅 然后上面对的就是它的前院 这是它的冰箱加这个饭厅 这是它的洗衣房啊 洗衣房还可以 它洗衣房其实是和锅炉房在一起的 然后这是楼上了 这边是楼上了 它这个它这个房子呢 是全新装修过的 虽然说外面看的很旧 但其实里面其实非常好 住的应该也比较舒服 呃这是它的公用楼上公用卫生间 楼上的卫生间 这个应该是楼上啊 楼上一个套房的卫生间 这个套房呃还可以 看起来也蛮不错的 这个是它楼上的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蛮大的 它加上的窗户也比较大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主卧吧 就算一个主卧 它主卧有两个窗 但是它没有卫生 呃没有呃格外的卫生间 那好的 然后看完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在拍的另外一套房子 刚刚看的那一套是一套townhouse来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套公寓 这个是我朋友要用来出租的一套公寓 然后就请我也过去帮他拍了个照 呃主卧的walking closet 主卧卫生间 主卧卫生间 然后这个是外面的卫生间 然后这个是外面的卫生间 外面的洗衣房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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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就是比较现代化的 当然这个是全新的房子 这个在 这个在Polmudi 然后这个套房子呢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房子了 呃 看起来也比较好一点 呃 这个电视 我们也给他换成了 放了个图上去 然后客厅其实还是蛮大的 然后他这个房子应该有将近800多尺 不算阳台 阳台本身有200尺 还是蛮大的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咱们看他的阳台 这些阳台 其实也蛮大 大家也看到当天其实也在下雨啊 但是我们也把天给换下去了 啊 看起来不错 然后也有一点点风景 然后楼下就是健身房 这是他的大厅 这样这是他房子的外观 这套房子看起来也不错 接下来看的这一套呢 是郎中10月份拍的一个 呃 这个应该是在温东吧 温东一套比较 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公寓 但是呢 它其实装修的比较好 这个是一个航拍 可以看到温哥华的全景 温哥华当场的全景 可以看到海 可以看到山 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啊 这个是他的一个凳 但后来他 我们做了一个virtual staging 把它换成了一个office 大家一会可以在后面 看一下那张照片 呃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walking closet 因为主人还住在里面 所以说东西也比较多 呃 但是他其实收拾得很干净 这是他的主卧 主卧 主卧 然后这是客厅 客厅 其实看起来很温馨啊 比咱们刚刚看那些 就纯纯的空的房子 是观感来说 是要好一些 就是他 其实房子完全是空的话 你反而感觉不到 他有多大 房子里面放 适当的放一些家具 那就会给人一种 就是这个房子 到底能放多少东西 有一种空间感 呃 这边他的厨房 厨房 厨房 呃 还可以 这个房子还 这是他的院子 这个房子其实一大卖点 就是他的院子 他这个patio呢 其实公寓买的时候 是送在里面 所以说你住在一楼的话 呃 会得到一个很大的patio 而且他自己也重新铺了砖 装修得很好 这个是他门口的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然后他上面的只是一个露台的客厅 然后外面就没什么可看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做的virtual staging 大家可以看放大看一下 这个不能说很模型吧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 大概知道这个房子是这样就好了 那么本期内容呢 其实没什么呢 就是分享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职业摄影师 然后给客户修的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今天内容呢比较少 因为马上就要开山了 你听大家可以听到 郎中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鼻音的 希望到开山的时候呢 这个感冒能好得快一些 呃 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会出一期 郎中去当模特的视频 也不是模特吧 就是之前跟另外一个摄影师 跟我们的讹神抽中了奖 然后他说可以抽中一个幸运观众 来拍一期拍一期照片 那么我就是那么非常幸运的观众了 所以说呢 我打算用这期拍摄体验 做一期vlog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职业人像婚礼 呃 毕业照摄影师 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好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 另外说一句啊 明天拍照的时候呢 我也会把我的Kiki 还有豆豆在那边都带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郎中和郎中的 豆豆和Kiki一起拍照的照片 啊 我们拍圣诞照 给大家个小小tip 啊 今天Kiki这么乖 希望明天你拍照的时候演得这么乖 来好不好 啊好吧不管 你走吧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